我們最敬愛的老師傅 諸位法師慈悲 護法會 蔡會長 陳執行長 業主長 我們普濟會的楊會長 簡會長 還有鐘會長 還有蕭鴻會長 諸位大德居士 諸位菩薩 大家辛苦了 兩三個鐘頭下來 因為有的人大概一點就開始坐在這邊 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體驗 我們常常會想說 我要修行 我要得到什麼 其實那是慾望 那是打妄想 你只要好好修 就在好好修裡面去體驗 那才是真的 想的都是假的 那兩三個鐘頭下來 其實我們身心一定有某一些體驗 但是呢 常常 我們又要體驗那個比較特殊的 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其實那個更無常 更稀有 那種體驗更脆弱 更不值得追求 我們要追求就穩穩蕩蕩蕩的 隨時可以保持的 那不是執著 而是隨時安住在 把心安住在實相上 那請問現在 那請問現在大家 是不是安住在實相上 可能我們會有很多答案 那事實上呢 你的所有答案 通通是妄想 你現在是不是活得好好的 你現在是不是做得好好的 除了這兩件事情之外 你若有什麼想法 都是妄想 怎麼不趕快結束 那是妄想 我就故意要考你 讓你繼續難過 因為那個難過是你自己創造的 但是我們如果不曉得轉念呢 你就一直活在那個難過裡面 其實什麼都是體驗 你想 我們這次剛比賽完那個拳擊 那要打到那種程度 要被打多少 要挨多少苦 撐得下來 它才可以有今天 如果被打痛了 然後就不打 不完了 那永遠沒有成功的一天 所謂成功呢 就是天下無敵 所向無敵 那我們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業力 如果你不在業力裡面 不斷地去面對 不斷地去突破 超越 那我們永遠是失敗者 我們永遠不會解脫 我們現在都一心想解脫 但是你那個解脫是想出來的 解脫一定是要提振的 不是想出來的 想出來一定不能解脫 想出來是自我安慰 那根本就不是解脫 所以我們還是老老實實 把身心安住在當下 只要是不對的 不應該的 諸惡 莫作 莫應 不要去跟他相應 不要黏在那邊 如果善呢 善就增加我們的功德 增加我們的解脫性 這個就是善 那增加我們的執著性的 就是惡 所以善跟惡呢 其實不是我們 因為我們想一大堆 所謂善 所謂惡 通通是妄想 那不是真的 真的善呢 會讓你的身心當下很有愉悅感 有充實感 有安定感 這個就是善 如果當下不安 當下煩躁 當下有壓力 起煩惱 那就是惡 所以惡跟善 是你當下的身心自在不自在 让你的身心自在就是善 让你的身心不自在就是惡 不要又用妄想 又打妄想 我们就是太會打妄想 所以修行修了无穷事 还是一样的煩惱 还是一样的业障深重 事实上呢 真的懂的话 没有业障 就是不懂才有业障 因为包括你把它当成业障 都是妄想 都是恶 什么东西来 譬如说这一阵风吹来很热 你怎么这么热 这么难过 妄想 你去体验它 很热 等一下流流汗 消业障 很热 躲到冷气房里面 制造业障 都是我们的想法 但是那个想法会让你 变成解脱 消业障 或者让你越来越 业障越重 我们所有业障 都是我们想错 造成的 你都想对 不会有业障 就想错 所以一个人 有没有智慧 是看他 有没有乱想 想出让自己有业障 这个就是没有智慧的 那有智慧的 即使有很大的业障 他都不把它看成业障 他就从那个业里面 解脱 超越 所以佛法 是让我们越学越有智慧 越聪明 越会看到真正什么是对我们有用的实相 真正什么叫解脱 什么叫轮回 你身心一直在那边 不断的循环 然后跳不出去 那就是轮回 什么是解脱 什么境界都绑不住你 就是解脱 所以不是去西方极乐世界才解脱 在沙坡世界就是轮回 不是 在沙坡世界也可以解脱 去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轮回 你就在那边跳不出来 就是轮回 着相 住境界 为什么阿罗汉 还要被佛陀骂 他已经正涅槃 已经正到无学位 没有什么对他来讲有意义的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对他来讲有意义 所以他白活了 他活着没有意义 所以要骂 要他去转念 回小向大 那我们也是一样 就是不断的把自己的身心的能量 不断的提升 这个叫增上升 让你的身心的能量不断的往上提升 一直达到圆满 所谓的圆满就无上 没有什么需要再去争取的 没有什么需要再去争取的不是停 不是停 很自然 任运 你想说 这爱达车的人 他再达到普通学位 再提升的普通学位 他还是继续达 因为达车对他来讲 是一种享受 是一种增上 他一点挂碍 一点追求都没有 他已经很自自然然的任运 就是对的 对跟不对 这时候已经不需要再分别了 我们修行要修到这个程度 才是真正的不轮回 不堕落 这边不是要生命结束 生命永远存在 而生命永远往解脱 往饶溢自己 饶溢众生的路上 一直在前进 这个才是佛法 如果说佛法有一个终点 那佛法完了 如果修行是修到要画一个终点 那这个宗教完了 到那边就完了 不是的 那是我们的妄想 我们的误解 生命永远没完 没完没了 但是里面 虽然我们有生有死 但是你的真正的生命是永恒的存在 那我们为什么怕 怕死 怕来生比这一生还惨 我们为什么怕明天的 早上的太阳 因为一看到太阳又要开始痛苦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那是我们观念错 你如果观念对了 太阳一起来又开始有事做 又有工作忙 我的身心又开始有意义了 你会怕早上的太阳吗 那就好像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 一看到天黑他就开始有压力 因为晚上又睡不着觉了 那像我们这个 从来没有说睡不着觉那个想法 因为他该睡就睡了 我们为什么睡不着觉 因为你不该睡 你不该睡 想睡怎么会睡着着觉 你不该睡 为什么要想睡 头脑有问题 我们的思考有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以为没问题 我们以为那是对的 事实上是不对的 因为这时候你不该睡 你不该睡为什么想睡 无聊 没事做 我为什么没事就想睡 那莫玫玫玫ру止 没有事 正是你可以做你 最有兴趣的事的时候 因为没有杂事干扰 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生活模式 我们习惯的思维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一直活在颠倒无名里面 一直活在执着痛苦里面 其实每一个你生病的时候 就是你要解脱病的因缘 你如果没有病 你不会从病离开 你如果生命不是已经到 不能受用 你不会死掉 但是生命已经该休息了 你可以不让它休息吗 麻烦了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缘起来看所有事情 你就会很洒脱 来来去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我想我们做各种法会 当然是一种救赎 一种依着法的修持力 然后去挣脱某一些业障 增加某一些功德 但是法会里面是要红法 里面一定要有法的内涵 法 佛说一切法 是要对峙我们所有的烦恼 颠倒 未知一切错误的心 所以你如果修行不仅仅没有解决你错误的心 还增加很多错误的观念 那修法无益 那是颠倒 那反过来讲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一方面是可以体验整个法的过程 二方面又让我们的身心证明了 我们是很厉害的 从来没有做这么久过 对你来讲还是没问题 你的身心有无穷的可塑性 祝大家福费不断地挣扎 不要自寻烦恼 自找麻烦 所有事情从正面去看 从希望去看 我们的生命就不断地增上 也就一事比一事好 一天比一天好 因为从我们的观念生出来 都是充满着能量的想法 就是正念 正念就充满着正能量的想法 叫正念 充满着负能量的想法 叫做妄念 叫做邪见 叫做颠倒见 所以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把握 好 最后我看 我们一起来回向一下 就今天的法会的功德 就是要达到那种目的 以此蓝盆共善根 以此蓝盆共善根 报答父母取劳恩 报答父母取劳恩 存者福乐寿无疆 亡者离苦得超生 亡者离苦得超生 四生久有诸寒事 四生久有诸寒事 八难三途苦众生 八难三途苦众生 各个悔过喜瑕疵 各个悔过喜瑕疵 进蒙慈祭出沉沦 进蒙慈祭出沉沦 过去父母妻事超生 过去父母妻事超生 现在二亲永无病恼 现在二亲永无病恼 自他饶益存莫沾恩 自他饶益存莫沾恩 永离二道究竟常乐 永离二道究竟常乐 以此蓝盆共善根 以此蓝盆共善根 报答父母取劳恩 报答父母取劳恩 存者福乐寿无疆 存者福乐寿无疆 亡者离苦得超生 亡者离苦得超生 四生久有诸寒事 四生久有诸寒事 八难三途苦众生 八难三途苦众生 各个悔过喜瑕疵 各个悔过喜瑕疵 进蒙慈祭初成轮 进蒙慈祭初成轮 过去父母妻事超生 过去父母妻事超生 现在二亲永无病恼 自他祝他 自他饶益存无疾 自他饶益存无疾 永离二道究竟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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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蓝盆共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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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者福肉设无疆 王者离苦得超生 四生久有诸寒士 八难三途苦众生 各个悔过喜瑕疵 各个悔过喜瑕疵 进蒙慈祭初成轮 过去父母妻世超生 现在二亲永无病恼 自他饶意沉默沾恩 自他饶意沉默沾恩 永离恶道就尽常乐 永离恶道就尽常乐 我们把每一个当下的身心处理好 就是对自己的生命最好的交代 也是对生我 养我教我的父母师长 最大的回报 也是对我们的晚辈 最好的示范 所以修行没有什么 就是保持一个原则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在什么地方 你都要保持在对的身心状态 能这样子 那你的生命一定往无上正觉 正等正觉的成佛之道 再迈进 否则呢 那就不晓得 就不晓得 所以我们不管要报父母恩 报佛恩 报师长恩 报国家恩恩 就是把自己做对就对了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 都是成佛之道上的一个示范 最后我们用最恭敬的身口意 来上宫十方诸佛恩 回向法界众生 愿远离一切罪障颠倒 忍 忍 忍